我今天有看到 保导联播 周一寇的节目不是什么 保导放鞭炮 那个节目我也去过 其实我上过周一寇的节目 上过好几次了 所以我跟周一寇其实还有一点点交情 但是他今天讲的那些事情 我不敢苟同 所以我讲什么来讲 他不是讲 他说什么 说赖清德的问题 赖清德不是说 五月天的事情是在屋檐下 也就是赖清德在表达一个什么 表达一个理解谅解的态度 对五月天这些艺人 当然最后就岂岂以为不可 所以他讲了很多 表面上是大意凛然 但是我觉得我的态度是这样 我认为台湾要搞 台湾独立建国 台湾要成为一个文明的民主国家 我们绝对不要走成文革化 各位文革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情 我先跟各位讲 我们讲台湾民主意志 民主价值 绝对不要走到民粹 你们知道文革多恐怖吗 年轻人可以刻意造反 可以把他们老师 可以把他们校长 可以把他们家长 文革期间 举报他 让他被枪毙的事情很多 你知道吗 西民不是说下乡回来受不了苦 回到家里要被他妈妈举报 为什么 他妈妈不举报不行啊 全家遭难啊 所以文革已经走到民粹的时候 那是非常可怕 把人的那所有最劣根性 古自己最劣根性的东西都拿出来 大家都是最后还有武斗你知道吗 这边的文革跟这边的文革经验 开始武斗 真的是吓死人的 那是中国有史以来可能最黑暗的时期啊 为什么 都把民粹鼓舞起来了 而且他没有办法 已经不可收拾 所以把人性最善良那边全部没有了 他就是开始恶斗 最狭隘最阴暗的 为了自己活命可以把父母出卖了 不是有一篇一本书 他出卖了他妈妈被枪毙这个事吗 那个人到现在都还是说他很什么 愧疚了还是怎么样 其实我认为他应该去死 那种人应该去死 这个已经不是愧疚的问题了 不是愧疚的问题了 你股子也可以饿到这个程度 连你父母都敢去举报 你就算那个时代有狗狂热 他说一辈子受良心谴责 我觉得这个就不是谴责的问题 他应该早早去自杀了 我觉得这个事情可能 可能他 要不然他这辈子真的会走不出来 但是那个时代 我说那个时代的恶 不要让他在台湾重现 我们人民怎么看 虽然说当时我们去中国做生意 很多人说这些台商开始投靠中国 其实都不是的 大家在走一条活路而已 那我就问你 如果这样的话 那我这27年台商为什么还反共 所以我认为台湾这些艺人 到中国去赚中国的钱 只要不是刻意的伤害台湾 比如说阿兴这个英英警 说我们中国人 这句话我觉得没有那么苛责他 因为毕竟他们在中国 而且中国今天这个氛围 现在这个氛围 我理解你要去赚人民币 但是你不要刻意的主动的去伤害台湾 我就可以接受 这种人逼着你表态 他说我们中国人 这句话我们没有那么苛责他 这我们人民每个人就已经开始不同的立场了 这个我觉得我就是可以接受 赖清泽当然他要他要他的高度 他是要做一个全民总统 赖清泽如果这个时候担心他说中共就是怎么 欺负我们台湾 我觉得那个有点不合适 因为赖清泽的高度应该讲的那么激烈的话 会把台湾的民粹再激发出来 所以说可能每个人的角度不同了 我也不认为阿信他们就这样就变成 就变成五毛了 很多都是五月天变成五毛天 我觉得这样 我不是那么同意这种说法 因为我知道18年前 五月天阿表邀请他们参加一个什么 台湾建国 台湾要建国的一个活动 他们不是唱台湾母亲叫台湾吗 母亲的名字叫台湾 所以他们这些人我认为他们属于什么 还属于天然独这一代人 还是天然独这一代人 但是各位如果你面对在中国的处境 我没有很苛责他 因为他没有讲得很过分 他没讲得很过分 所以说要不然如果这样的话 你到时候会什么 他在敬畏分明 这样不利于台湾团结 因为他们你说他们是五毛 我是不相信的 我是不相信 周杰伦答应可说周杰伦比较聪明 为什么你知道吗 周杰伦够大牌 他可以不受这个 不受中国的质量 中国不一定敢对周杰伦 周杰伦在中国实在太好了 平常实在太好了 所以他如果说共产党强迫周杰伦讲什么 如果周杰伦刚才想说 你别啊 我讲一些反共的话 他会更伤 所以说你的什么 你的名气够大 你的声音够大 共产党也不敢动你了 也不敢动你了 那五月天可能在中国的声量 跟周杰伦还是差很远 还是差很远 没关系 他们他们 其实想说无所谓 好吧 我认为这句话没有很可恶 没有很可恶 但我们不要把这个东西 其实我们台派人不要太那个 我不赞成这样子 我一直觉得 我们真的要心疼别人的处境 周杰伦如果说他的本性是什么 他本质是爱台湾的 本质是亲共的 你分得清楚 你应该分得清楚 我靠不住 各位 因为你们不知道他们 我多吓人 中国的配多吓人 很多人真的不知道 我们在台湾上一集 上一集建设节目拿 拿三千块台币 你知道他们上一个 众议节目拿中好吗 最少一百万人民币 最少 希望一集众议节目 最少一百万人民币 大一点的可能为一千万人民币 五千万代表 各位 就他们去赚中国钱 拿台湾回来用 这也不是坏事 这也不是坏事 我说话没有刻意去贬低台湾 我就怎么接受了 我也知道很多人 很多人是为了生计 为了在台湾 各位在台湾真的没有他们的 没有他们的机会 台湾在议的是没有机会赚钱的 我们有个兄弟在做两岸的这些事情 两岸明星的这种 到中国去唱歌 做表演的这方面的 也不算中介 这边的管道 所以我们有共同的想法 台湾人你有本书 有本事去中国赚钱 我不怪你 但是你不要刻一饼 叫黄岸亮就刻一饼去台湾 你就知道 那就不行 那你被人家 在逼到一个程度 顺口脚 那我们中国人 我这个没有那么严重 我们要给那个 要给 要给 给同道 一条活路 我其实这个东西 我们可以不用 我可以不用谈 因为谈这个事情 可以影响很不同立场的人 但是因为我觉得今天 周一寇把他 把赖清德讲成这样 我实在是觉得不厚道 我不厚 不觉得周一寇这样的话 不厚道了 你怎么可以这么讲话 赖清德行不高度 你是个总统高度 是全民总统高度 你不能让赖清德 跟我们一样一气风发 跟我们一样搞民粹 那怎么行呢 国家就乱了 如果赖清德是那个格局 我都不会支持他 我告诉你 所以我就说 对于我们赖总统到现在为止的 所有的表现 我相信朋友们都是有目共睹的 应该都是 我也沉仔细去看 赖清德表现到现在为止 中规中矩 我认为立场坚定 中规中矩 因为他刚讲完 是吧 上任演说 六十演说 那些话是可以的 达到我们的要求 我们之前所期待的 我认为他每一件事都做到了 对中共强硬 主动上两岸 两岸维持一个一定程度的紧张 白日联盟的事情 这东西我认为 其实都在他的演讲里面有提到 所以我们是很感兴 所以今天周一寇讲这件事 我觉得应该替 应该替赖清德讲一下话 因为毕竟他的立场 跟我们必讲什么一样 就这样讲有点不公道 周一寇上次好像 因为慈激的那个事情 他的节目被关掉 他一直对民进党耿耿于怀 我觉得这个人 我看可能没有多久 有没有可能又变成 又变成什么 又变成蓝的 我不知道 他给我感觉是 他自己自己的立场的问题 对啊 总统不需要表态 反对五月天的言论 试想看如果赖 干涉能源安全 是不是又被中国难民拿把柄 五月天不是从政人员 没有卖台之说 请大家用智慧思考 是啊 对对对 你这样讲是对的 这样讲 我们就需要这种很 理性的思考 这个东西 其实我说我们 我们也不需要来谈这个 只不过是我说一口那个话 我听了实在是不太舒服 我一点都没有觉得 赖兴德讲这个话有问题 一点都不觉得 甚至我觉得 这样讲我是要高度 当然 肖金腾这个人 他本身就 就没有什么忠心思想 所以他讲的话就是舔工 所以舔工 跟他只是为了生存 一句敷衍的话 跟肖金腾舔工那些不一样 肖金腾我提都不愿意提他 肖金腾那本来就没有 本来就没什么内蓝的人 肖金腾有什么内涵 这人还不错啊 土八路 我本来就一直觉得 这些人都是土八路好不好 我可以跟各位讲 这些明星都 在我眼里都一文不值 我真的跟各位讲 我这一辈子从来没有追过明星 我从来都觉得他们一文不值 因为他们是孰到 孰不可耐的一群人 比如说我到中国这么多年 我没有看过综艺节目 我回来之后看到 我就去看到 吴综艺林还在主持这种综艺节目 我都不好意思讲 你这种节目三十年来 你风格都没变过 他就一朝半时闯江湖 一朝半时闯天下 这个叫什么综艺节目 这个叫什么明星 就想比我们的邻居还不如好不好 比我们邻居的烦人还不如好不好 其实就是这样 你看现在的综艺节目就是这样 所以我从来没有去什么 仰望过这些人 所以我没有追星的个星 因为我心中没有星你知道 我追星人猴子星星那个星了 我就对他没有什么期待 尤其是我看电视台那些工作人员 我跟你说 比我们一般人没有比较聪明 真的 在台湾里面认为这比较什么 感觉好像明人 我可以跟各位讲 这些人比我们一般人的知识 没有比较丰富 他们真的也是一般人中的一般人 你仔细品味我这句话 所以当然都是凡人 反正这些凡人能够到中国去赚很多钱 那也罢了 那也鼓励他们 这么平凡的人到中国还可以 我一几节目拿一千万人民币 那也很好 我们也鼓励他们了 是吧 冰提示30块 谢谢 是不是这样 我们把这个什么 自己心态 现在摆正比较好了 这个是没有办法的 你知道吗 各位 你知道为什么吗 台湾现在电视台 电视台都没有一台赚钱的 我已经讲过了 台湾的电视台没有一台赚钱的 才两千万人 一百多台的有线电视 叫自媒体这么多 现在全看 自媒体没一个 不像我们这样 要死不活的 有谁能赚到钱 所以整个整个东西来讲 这个环境来讲 他赚钱就很难 中国太大 而且中国追星 你知道吗 而我们觉得一个明星 是好了不起的 我跟你讲 我们在台中 我们在台湾通常明星 根本看到不愿多看一眼 他不是 他们就一个明星来 就哇 那个什么 他们演唱会 一张票几万块是很正常的 你台湾什么人 要开几万块去看什么明星 是不是 所以不一样 台湾市场小 重要是台湾人不追星 市场小还是一回事 你要像中国人那么追星的话 愿意 愿意花几万块去看一个明星 那也许他们在台湾还能够赚钱 就整个方向不同 那真的不要这么要求别人 我也从来不常不好笑 因为我一直觉得这些人 这些人比我还属不可赖 所以你们看到我 我上电视节目的时候 我态度都很强硬 我对每个人讲话都很强硬 就觉得 看起来好像是专家学者 专家教授 不过如此 好 好了这个事情我们先讲到这里 今天股票又涨到什么 又创新高 现在股票创新高 变成一个常态 那我是讲说 听说什么 韩教徒 韩粉 白粉 小草 听到共产党要演习 他们就把棺材本都全部收花进去 去放空台子旗 而且我基本上全部公布 这个事情所以说各位 我稍微讲一下台湾的股市 2万2千点已经差不多会到了 就是2万1千8百多点了 最高是2万 快2万1千9 等于2万2快到 所以说 对台湾没有信心的人 他会觉得怎么可能台湾都 去到2万多点 但是你当你知道 所以我就说嘛 台湾这个股市要跌下去也不容易 因为每一家公司 其实上涨的都有很强大的业绩做支撑 其实很多业绩还没有出来的 虽然他有远景 但是业绩还没有出来的涨 他也没怎么涨 对吧 这两天同级不是涨了 今天涨了60块 他们AIP开始有在什么 有在出货了 所以台湾这个股市是很健康的 哪怕你远景很好 我记得我所知 人保他们接了很多AIP的单 但是还没有出货 他股票他也涨不上去 所以你说台湾这个股市 这么健康你为什么要怕呢 已经涨上去的 都是有很强大的业绩做支撑 那虽然远景不错 但是业绩还没有开始出货的时候 他也没涨 你说人保有涨 人保到现在还在三十几块 也没怎么涨 那红旗是因为已经开始了 他在很多国家 红旗并是自己的品牌 ASER是他自己的品牌 他就全世界现在是第四大 还是第五大 是第五大都不可厂商 所以他是有自己的品牌效应的 所以红旗先涨上去了 那表示什么 表示台湾这个跌都跌不下来 但是我认为他现在可能 会有一段时间的整理 你真的跌不下了 涨了快四千点了 就今年涨了快四千点了 因为进入一段时间的盘整 整理是正常的 但是他要跌 跌不了多少 因为我说说 就是都有业绩支撑 至于说还没涨上去的 他没有业绩的 他根本就还没涨 他怎么会跌呢 也就是说其实最大的利空是什么 就涨太多了 但是我认为说盘整差不多了 盘整开始会有一段时间盘整 对啊 红旗先涨到六十了 很恐怖 往南三百 往南三百 笑死了 黄仁勋回来了 是不是 对啊 为什么 因为他们现在参加了电脑展 台湾现在的电脑展是全世界知名的 所以我认为说以前是什么展 没有在中国没有在美国 台湾有什么展 最近台湾的电子展 全世界最知名 也就是他情况都是不一样 而且你知道黄仁勋他今年赚了多少钱吗 怕死人了 第一季探报我也给美金了 第一季 成长七倍 这个我昨天讲过了 也就是说人家 人家现在的股市涨的都是实实在在 实实在在的股票 不是那种本孟比的 都是本益比的 包括美国也是 台积电现在在美国 ADR真超过一千块 但台湾还在八百多 你知道台湾人有多 台湾人有多小心 台湾人家很小的 就是说还不能接受台积电 一千块的事实 所以我就只有一个办法了 直接让时间盘整盘盘 把整部盘整整结实之后 就慢慢涨上去了 但是我跟各位讲 未来还是会涨 还是会涨 但是这样急行军的机会 可能会慢慢越来越少 但是一定要把这个基础 打得越实战越好 但是未来绝对机会都在台湾 所以我们之前把股票讲那么 为什么那么坚定 我从来不动 以前我都不做股票 我也不懂 可是我讲那么坚定 我认为它到2万2是必然 2万5也是 我认为也是必然 会不会到3万我不敢说 但是台湾股市这样下去 确实占了一个很大的风口 很大的风口 但是现在长成这样 通常很多股票也还没动 如果有人现在去买股票 不是不行 因为就台湾电这几个大 大牛股会是涨而已嘛 你说红海现在也百贵 红海也百贵 是不是 是不是 所以说 所有东西都有业绩支撑 业绩支撑这是好事 这就是说 我们讲的价值 台湾不是那种 哇 现在看到了黑人就开枪 我以前是什么 听说这个股票会很好 股票就涨风了 现在不是 现在听到很好 我要看到你的业绩出来了没有 出来了没有 我确实这段时间有赚了一点钱 我之前不是买那个 伟创 伟创把它卖掉了 赚了点钱卖了 红西五我也买了 红西五十几块买的 我买了十五张 其实红西五赚了不少钱 也不多 就只有几十万 不过我现在都已经把它放掉了 我现在换到仁宝去了 做台湾的股票 你要用耐心 你要找未来 未来园看好了 但是它还没怎么涨 那种股票就会再涨上去 伟创很好对不对 伟创是二十几块涨上来了 现在一百一十几块了 所以我当时买伟创是买得有点太急 不过也赚了 也赚了十块钱 我一百零五买的 我一百一十四一十五卖掉 也就是说 比如说做台湾股票 你首先一定要把这个未来的远景看清楚 你要了解真正的行业价值 而它真的还没开始涨 那种你买着放着就不管了 就不管了 你一定会赚钱 这一波你一定还可以赚到钱 一定还可以赚到钱 涨了很多了我就不接你再买了 我就不接你再买了 都说广涛会到300 都说红海会到200 都已经快到了 很好啊 但是它也算高了 也算高了 可能未来未来可能还能赚点钱 但是可能赚的钱就不多了 就不多了 对对对对 我也说红绿 对啊 红继升涨了 红继已经升涨了 红继已经升涨上来了 所以都是还没开始涨 这些股票 电子五哥这些其实都没怎么涨 都还没怎么涨 原因是什么 AIPC还没有大量出货 AIPC应该下半年开始出货 所以现在要来埋伏这几个股票还可以 还带得及 现在要来买这些股票还得及 因为下半年 AIPC一定会带来一股什么 你知道吗 那么不可跟坐机的换疾风 因为AIPC的效果 跟没有AI的电脑 坐机或是都不可来讲 效果差太多了 如果你有在用电脑办公的人 如果AIPC出来你换电脑 一定会换 因为你如果不换你速度跟不上 你懂吗 所以换机草一定会到来 一定会到来 所以说我认定 这个还有钱赚你放心 而且重点是他还没有涨 真的还没开始涨 涨一点点而已 不是说完全没涨 涨一点点而已 就是这样 说一句大家欢迎的事情 这样我们要跟那些什么 跟那些什么粉红 跟那些是蓝白那些人 不一样 因为他们不看到台湾 所以他们不但没有买 还去放空 笑死了 就用这种磐式去放空 而且棋子 棋子的放空是很吓人的 那个人 咬得空咬得死人 会借家荡产的你知道吗 银奈米 银奈米10的-9次方米 10的-9次方米 银奈米就10的-9次方米 对啦就是这样 官长说52410万人算什么 那种人 官长已经在这个时代 他的声量已经不用了 他未来会没有什么 没有任何价值 因为以前是什么 蔡英文总统也会上他的节目 一些大大的政治人物都会上他节目 但是当他把蓝绿都得罪之后 我跟你讲 大咖已经不会再去上他节目了 因为大咖上他节目 会觉得很丢脸 这样下去他的声量也慢慢的 所以未来 管长没有任何价值 管长未来会跟 会跟柯文哲一样 什么都没有 西西六里那么厉害 上星期刚买红鸡 那不是赚翻吗 红鸡上上星期才41块多 一次涨到60块 好厉害 而且红鸡最近的那什么 成交量都十五六万张 那是有量 但是有量 但他那是实实在在的涨 不是偷偷涨 因为联系好几天 成交量都十几二十万张很吓人 故意很恐怖 我哥可以叫红鸡这六个 对了没有做 红鸡厉害在哪里 红鸡这一次的什么 光仁勋的 那break way 那些B2000 B200这些伺服器 全部在红鸡出货 红鸡光仁勋这个伺服器 你造台币的营业 不怪红鸡在去 本来我对红鸡没有什么好可谨象 所以我红鸡真的没有赚 我没有买他 所以我没有赚到红鸡的钱 因为我实在是不喜欢他 不喜欢郭台鸣 所以就这样 但是他 郭台鸣这个人 他有专心做生意 他真的也是有一套 这样做行李手机头 但是这个人一搞政治就荒腔作摆 所以我们不是讲 郭台鸣没有来做 没有来选总统之前 谁敢小看你郭台鸣 郭台鸣你来选总统之后 还有谁会高看你 就这样 专界总统把自己的一辈子 精灵的形象给打翻了 但这个人做生意还是有他一套 这个不可否认 居然可以抢到未来的订单 一条 靠啊 本来想说这个订单 应该是广达拿走才对 所以广达不是300块了吗 红海快200了 广达跟红海还是有得拼 还是有得拼 有得拼 对啦 商人不要 商人搞这件事件 是件很莫名其妙的事情 他不敢去讨回来 管长在黑社会 甚至最小咖的 你知道吗 为什么大家都不怕他 大家都敢敢呛他 我也敢呛他 你算是个屁啊 所以他被大咖的呛 他都不敢回 一句话都不敢回 所以他只能什么 扶那些什么 八加九而已 我就觉得很可笑 那个本来就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本事 对啦 对啦 陈子冬沙发的时候 陈子安已经彻底陨落了 不用再讲他了 对啊 刘洋伟可不可摸 刘洋伟本来就是个人才 不过这个名字取得很不好 为什么叫洋伟呢 看嘛全世界男人最忌讳的东西 就是洋伟 你去取一个叫洋伟 靠 怎么取这个名字 真的是 我真的觉得 我每次听到有洋伟 这个名字都可以笑死 老人给你赴这款名字 那不叫刘洋伟 都有嘛 洋伟 这款是男人最忌讳的东西 快乐人也不只能买过洋伟 对啊 我对他没有影响 哈哈哈哈 他也很困扰啊 杨伟宗 这奇怪 这父母学 他们在取名字的时候 都没有想过 这个谐音 太习惯了